好 开始我们的脱壳课第七课 第七课讲的是出口标志 脱壳法 出口标志 什么叫出口标志 我们在第二课已经讲了 就是当我们单步跟踪程序脱壳的时候 然后需要注意什么 然后就到到达OEP了 你们回忆一下 我说我 单步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POPAD 对吧 当我们POPAD看到以后很近了 那就是离OEP很近了 所以我们这一课 这一课讲的出口标志 也就是POPAD 怎么用 看啊 我在哪一课 我在哪一课说过这个问题 POPAD对应的是POPAD 就是POPAD呢 是把他们全都压入战 这个可能你们没学过汇编 不太容易理解 就是这个意思吧 POPAD就是把他们都存起来 对吧 然后POPAD呢 就把他们都取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对应的 所以这是一个对应的 懂吧 这是POPAD和POPAD是一个对应的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第一个 它就POPAD全都放入战中 全保存起来了 好 那我们就要搜索对应的 对吧 我们右键 插找命令 可以使用 也可以使用Ctrl加F 搜索命令 快捷键 Ctrl加F 我们输入POPAD 然后这里注意 如果你们这个整个块打勾了 一定要取消 一定要取消啊 否则的话 你不取消 你会搜索到很多 跟他不匹配的这些 POPAD 然后出来 嗯 没有必要的这个 算没有必要的干扰你吧 啊 没有必要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代码来干扰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要取消这个勾 啊 然后打上POPAD 顶记 插找 好 我们来到这个找到了第一个 我们可以在这右键 F4啊 你可以车可以直接的F4啊 我在这为了 大家看得清楚 用鼠标操作 F4 然后当不跟踪 我是N的键盘啊 N的键盘F8 等于我现在鼠标的 鼠标N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底下F4 因为这是一个向上的跳转吧 对吧 我们在底下F4 好 然后继续F8 F8 然后到达了OVP 对吧 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OVP 脱根 重建的我们 明明为1 不重建 明明为2 我们看一眼 2打不开 好 1能打开 对吧 那就是说我们托克成功了 托克成功了 但是到这还不算完啊 大家已经看到了 今天这一刻有两个刻价 刚才是UPX 对吧 这次是ASPAC 啊 为什么是两个 我们导入看一看就知道了 好 同样是第一 第一行就是一个PUSH AD 那我们继续啊 也是用这种方法 取消整个块 输入PUSH AD 点击查找 来到这以后F4 你会发现跑飞了 是不是 跑飞了 怎么办呢 如果你刚才看完了 前面就关了 那我保证你没有学会 对吧 这种人 大有人在啊 看完了就关 后边不看了 自认为学会了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好 刚才已经跑飞了 那我们就 好 就是这里 对吧 就是这里 所以我们就不用不在这下断了 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个 好 我们在这 F4 又跑飞了 好 不用理他 那记住 我们在第二个段也也跑飞了 好 我们继续寻找 好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 寻找第三个 好 从第三个下F4 又跑飞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重新载入 好 我们查找啊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都跑飞了 对吧 我们去第四个 好 第四个 我们F4 好 其实经常脱口的朋友 一看到这就 就很明显了 这就是 已经到入口了 对吧 第四个 我们也同样啊 同样假装不知道 假装不知道 我们继续 F8 因为我们F4运行到 运行到锁起来 它已经成功的断下来了 这个时候成绩没有运行 对吧 说明这个POPAD 是很值得去跟踪一下的 好 我们F8 F8 F8 跳过来了 对吧 跳过来了 OEP 好 我们确认 确认一下 Token 重建的 我们命名为1 不重建的 我们命名为2 好 然后我们试试 重建的 打开了 不重建的 不能打开 好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在 用这种方法 拖刻的时候 遇到 遇到F4 程序运行 运行起来了 我们就寻找下一个POPAD 对吧 好 那这一刻呢 就到这 大家再见